- 比达到重庆坦白,我是吴重庆 今天邀请到我们香港最好朋友 他是媒体界的大佬,刘莱昌刘博士 刘博士好 - 欧博士好 - 是,刘博士,我们看到国民党内部 目前为止似乎对于倒戈这些事情是决心不足 或者是没有想要倒戈 而民进党也看准了这一点 所以就把当时的立院删除通过的这个案子 想要射网把它搁置 那么您认为这种局面是不是意味着 佐隆泰他的位置就可以保得非常的稳固 佐隆泰本来看起来要成为牺牲党 这下想牺牲都牺牲不了 现在可能是国民党努力要把佐隆泰给保住了 您的看法 是的,那么我们现在看 就是非常关心在立法会五案改革 单独通过以后整个台湾的政治情势 我们觉得也是非常的微妙 看起来整个互相博弈有点难分难解 前景未复这样的一个状况 尤其是我们在香港隔岸观火 很多细节也未必了解得很清楚 但是总的感觉现在到目前为止 国民党是有点气馁 没有像在立法会头几轮的博弈中 那么气势 那么现在恐怕国民党方面 是不是也是按照吴老师原来给我们提点的 就是说生怕未来真的是立法会全面改选的话 可能丢的席位比现在要多 一旦改选恐怕对国民党的形势反而更加不必 所以现在底气不太足 那么就往后拖延的妥协的这种可能性就会增大 那么这样的话尤其现在是第一轮 如果这个卓龙泰把这个案件退回到立法会里面服役 如果这个立法会这个国民党这个退让了 当然这个卓龙泰它的位置就保住了 他就不需要这个撤下来解散这个行政院 还有那个立法会整个的政上的大动大动荡大变化 恐怕就会避免 但是到底应该是怎么看恐怕还是要听这个欧老师的 我们看到民众党现在的态度非常诡异 那么我们就请教刘老师 根据您多年观察台湾 甚至您观察30年都有了台湾政治 您认为此时此刻的民众党包含特文泽或者黄国昌 您认为他们是打算黄鹤楼上看翻船呢 还是打算落井下石 又或者他们是会打算锦上贴花 还是他们会把这三个兆数综合自理 又或者他们干脆撂条子算了 您认为他们会是持什么样的态度 刘老师 现在就是实际上在讨论这个民众党 就是讨论白色阵营 其实就是说是一个阵营 其实只是讨论九个人 就是一个柯文哲加八个立法委员 那么这个九条好汉到底是未来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我觉得也不能一概而论 他们各有各的难处 就是说柯文哲他有几个案件压在身上 那么未来他也不需要改选 那么这个八个立委其实也没有改选的问题 但只有柯文哲认命的问题 那么这个民众党还有另外就是欧老师也给我们提出的 就是高宏安的问题 就是几个他们都受到这个民进党的高压 就被执政党用案件来高压打击他们 所以他们未来到底是举牌旗 向这个赖清德投降呢 还是说要抗争下去 那么就对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抉择 因为他们实际上 我们知道在大卫之战 柯文哲拿到的369万票 实际上都是对这个民进党不满的 希望把他们制衡民进党的希望是寄托在这个白银身上 但是如果他们完全是投降了被招安了 那恐怕他们的票也就没有了 那么这个民众党可能就变成泡沫化 所以这个未来的抉择真是很考验这个柯文哲 我这样听起来 这个刘老师的分析 比较像是还要在黄河楼上看翻船 如果不是黄河楼 那恐怕也是岳阳楼上看烟云 所以看起来他们整个所有的布局 还是烟云鸟落 而且是不清不楚的 谢谢刘老师 敬赞点评 感谢刘老师